哎呀 好紧张 这一身大罐 就是我最体面的样子 不是我对国宝最高的建议 天哪 我要做国宝守护人了 不行不行 我必须要对得起这份使命 我好喜欢这个 美宝 我要守护的国宝在哪儿 金像是 现在呢 晓月你好 你好 我们是王国产博物馆的馆长 你好 这是我要守护的这个国宝吗 对 他被香港的海事博物馆借去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状 他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文物就是送金像是了 它存在了一个沉船的历史 沉船 里面有七到八万件宝贝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这条金像链就这样跟我绑在一起了 我一定会送好这个国宝守护人的 我是国宝送金像是的守护人 岳云鹏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岳云鹏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 岳云鹏 岳云鹏 我守护的国宝是 宋金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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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一点尽二米 跟我的身高 差不多 它是由四股八条纯金金线编织而成 人字形的纹路 壮若麻花 葡萄纹是长条代钩为首 四个环状搭扣成尾 它的主人是谁至今为名 但是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它沉默海底八百年 第一个被打捞出水 便揭开背后巨大传奇 南海一号 我是岳云鹏 我将带你走进 宋金像是的前世传奇 发生在南宋年间 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 借由北风之便扬帆出行 船上众人千面 而这其中有一个鱼秀才 科举考试屡试不中 她媳妇早挺不住了 发飙断了她下次进京赶口的盘缠 被逼无奈的秀才在大舅子的怂恿下 决意不争馒头争口气 出海贸易 出海贸易 自证路费 我们的故事便从二位出海开始讲起 回之玩意 单听内兄一帆吹牛便跟来出海 吓死我了 你吵死我了 你个丁丛子凑什么热闹 我妻子扎我心也就罢了 你还想我不够倒霉吗 小声点 此为伪尽之物 说出去 要被啥头的 有个铁钉子怎么 这可不是普通的铁钉子 运出去 运出去 大便器用的 怎么沉 不怕沉船吗 乌鸦嘴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船上还有件伪尽之物 何物 铜钱 铜钱 内兄别逗了 犯人要送钱何用 花 还为东南各国无一不谈好宋钱的实为圣国之宝 圣国之宝 今日我大宋不得以偏暗一语 有人便说王朝之戏断了 无知 看我大宋还好着呢 此番待会我挣够钱回来战战科考 我带你到家晚上吐吐气 你真要吐死 不要吐 我的腰 你真要吐死 还是家晚上的空气好 内兄 可我总感觉这船会沉 变上你的乌鸦嘴 高智州 我的天 鱼秀才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鱼秀才有所不知 我已辞官多年了 辞 辞官了 当官多好 有什么好的 现如今朝廷动脏 官场落腾 倒不如这茫茫海陆 醉出没于波涛之间 冒不测之险 好歹痛快 死且无悔 我怎么一乌鸦嘴 可大丈夫总应该有所作为 你怎知海商就无所作为 你可知有不少海商曾为朝廷使者 通国信 宋文蝶立大功 都行 比养 不 就不须管说 不须管说 就不须管说 我用虚单气 我的瓷器 我的瓷器 给我打 打 黑山腰 内兄 内兄 这是黑山腰 我在书上看过 纯红纸白 色黑如沫 发泉如黄 黑山腰 什么黑山腰 这是船上养的昆仑奴 水性鸡架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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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头死了 昆仑奴 打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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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 呵呵地打 来 吃个橘子 消消气 有话好好说 你胡弄谁呢 这么苦的东西 你吃一个给我小个活看看 你们的橘子才苦的 我们的橘子甜如米糖 很甜的 不信你尝尝 苦的 就你们的才苦的橘子 我的天 太好吃了 这真的是橘子吗 真的是橘子 今天有甜的橘子 太好吃了 你能再给我几个吗 我把给钱 给你钱 我不想要钱 你能把它放了吗 走 走 不要再让我看紧你了 走吧 这边生吗 你见它干什么 难道你们的橘子皮也是甜的吗 橘子皮倒不是甜的 但它是好东西 它晒干了之后能入药 与山楂同用 可知腹部胀痛 与生姜同用 可知胸温气短 太神奇了 你还有多少 我全都要了 这个 够不够 够 够什么够 带走 甜橘子乃罕见之物 被称为居中之王的就是它 所以 那兄弟这是 还有你刚刚说的腰房 可否给我一份 独家秘方 怎能轻易外转 这叫保护知识产权 所以 可书上皆有 皆有 链链子 你怎么好意思要人家链链子 这就不好了 一个东西 给你 这么巧 我去拿笔墨 刷你的 杀你的 杀你的 我帮你包裁了吧 是不是应该 内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呆子 你要不要赌给我 我是个读书人 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给你 太好了 这个金链子我留着 好吧 好吧 这么粗 是我第一次见到 内兄 你说这一截 可以做我的盘缠吗 够够 那你说这一截 可以给我的妻子 买一件衣裳吗 够够够 我是不是有点 我有点发财了我可能 啊 哎 回房间抓电 快 啊 啊 啊 哎 哎 哎 哟 哎 啊 哎 哎 老爺 我的天哪 内叔 我再也不乌鸦嘴了 你还会再出海吗 你真的不怕死吗 你不会说话吗 我的天哪 虽出没波涛之间 冒不测之险 死 且无悔 那一年 南海诸国并未等到翘首以盼大宋庆 百年如梦 千万擦肩完股 直至宋金巷市第一个脱水而出 万件宝物才与沉船共同发生 在线波澜壮阔的海上思路 由于出水金巷市的商船原名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于是考古学家就将其命名为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 1987年广州旧捞局和英国的商业打了公司 合作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时 意外发现了一条沉没了800多年的中国古船 当时打捞出包括金巷市在内的一批珍贵的文物 可以说是实证了南宋时期海洋贸易的繁荣 宋代海山贸易未然存封 利润丰厚和政府鼓励导致海山人数计真 不止沿海农富离富 即使被民营禁止参与出海犯逸等 文武官员已占一定比例 目前从南海一号清理出土的铜钱的数量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多美 因为宋代铜钱铸造量大 而且铸造精美 避值稳定 在东北亚 东南亚地区均可流通 因此宋代铜钱的外流十分严重 甚至造成了自己出现钱荒的问题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设备都会先进 这也是宋代海洋贸易发达的关键条件之一 宋人海包纸南针孕育航海 逐渐摆脱了完全依靠千星术 和辨别机包特征导航的局限 可以进行远海航行 让我们再次欢迎岳云鹏 师爷好 听他叫我什么了吧 叫我师爷 今儿是国家宝藏的现场 对 我们的任务是要守护国宝 对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链子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掉链子 因为我守护的就是一个链子 而且是一条金链子 但是我这个是一个复制品 我们叫做金像式 是因为推出它的时候 觉得它可以戴在脖子上 但是它就特别长 有一米七左右的长度 所以呢 后来他们研究 就觉得它也可能是一条金腰带 其实当时除了这个金像链 我看到水下这个考古人员 发现了大量的瓷片 还有很多金式铜钱 还有什么铁钉 简直就是一艘宝船 据我所知 在宋元时代 很多金银铜铁都是违禁物品 不能输出海外的 我觉得你说的话不大可能 我不太相信 我真的是做了功课的 空口无评 把你做的功课说出来 没关系 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请了一位顶级专家 他可是亲身经历了 南海一号的打捞 那我们掌声有请 南海一号考古队领队 孙健先生 你好 你好 刚才我跟国立老师说了 已经这个船上 除了这个金像链 很多饰品 还有很多这个违禁品 对 国立老师不太相信我 我不能相信 因为那个朝代 你到船上有大量的铁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发觉了有100多吨了 差不多120吨 按照现在来说 这算是走私了吧 这就涉及到一条船的性质 怎么判断 如果这条船上的人 是有政府背景的 我们不能说的走私 如果是正常的民间贸易 这肯定是走私行为了 除了违禁品之外 那这船上还有什么东西 孙老师 最大量的就是瓷器了 有大量的这种 东南窑口的瓷器 就是来自于景德镇 景德镇 福建 浙江 这样的窑口的瓷器 而且这条船上 不光是说有大量的瓷器 还有更多可能小月也喜欢的 想不想看 想看 你看 我的天哪 美不美 这都是金子吗 对 我们测过了 基本上是 95%到98%的一个含量 太好看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 都符合我的气质 那你当时应该跟导演组说吧 这都做一个副饰品 全给你挂上了 全挂上了 全挂上了 五千年悠长的历史岁月 在我们国家辽阔的海域中 不知沉寂了多少宝藏 等我们去探寻 我想 掩埋于深海之中的 有我们民族曾经的繁华四季 也有我们民族曾经的悲壮叹息 它们都是历史的真相 需要我们铭记 宋金向事的发现 让南海一号得以重见天日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 也因此拉开了帷幕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能通过水下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看到中国曾经的繁荣全貌 看到历史的真相 我是岳云鹏 我是孙建 我们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我们志愿守护宋金向事 守护历史 守护海域发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